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夜主角是我和你 耳边听着 我要给你灼热太阳的耀眼 融化你我每个小情节 让一天一天都成为了 每个新的第一天 翻高灰洒全了星空的狂烈 不如有你陪我的画面 让一分一秒都定格成永远 我要给你灼热太阳的耀眼 融化你我每个小情节 让一天一天都成为了 每个新的第一天 翻高灰洒全了星空的狂烈 不如有你陪我的画面 让一分一秒都定格成永远 让一分一秒都定格成永远 什么 海报上的人怎么出现在我面前了 他真的是国民偶像江浩吗 可他怎么会来我家 这不可思议的事情 都要从我生日那天说起 我叫苏暖暖 也许是因为喜欢玩偶带来的陪伴 这种执念 让我成为了一名盲盒设计师 虽然已经二十五岁了 但朋友也是寥寥无几 毕竟慢热又渺小的我 放在人群中也不会被人发现 苏暖暖 恭喜你又老了一岁 对 今天的生日礼物你可以期待一下 好 希望是惊喜 不是惊吓 放心 如果上次你男朋友约会把腿摔伤了 他还能陪你过生日吗 当然啦 徐灿今天就出院了 晚上跟他庆祝一下 双喜临门 说不定他今晚给你求婚呢 那不就三喜临门呢 我才不跟你呼呼车呢 先挂了 求婚呀 听说了吗 偶像江浩和乔安大传绯闻了 这么突然啊 看来有人要伤心咯 他可是江浩的老粉啊 偶像也有自己的生活啊 我可是会一直支持江浩的 现在更重要的是 祈求生日这天 会有好的事情降临到我身上 在下车子里面 这个抽屉以前倒不开的呀 看来你也在等有怨忍 你那个设计稿还需要修改一下 马总 关于彩虹头的设计 我已经尽焦了 这件事情回头再说 我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事情 需要你去办一下 又来了 堂堂开学要交花宝作业 你和他一起做一下 又要帮他女儿做作业 就辛苦你一下 晚上给他发过去 好吗 马总 其实我晚上 什么 我是说具体内容我还不太清楚 不清楚 这样 堂堂待会儿会发给你的 你俩淀咖啡也不给我 给你带了酸奶就你话多 给 生日这个理由 还是算了吧 按照这个进度 晚上也不耽误节徐灿了吧 祝你生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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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吧 祝你生日快乐 梅房姐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真的不好意思 再不好意思了 我都输了一把年纪 还过什么生日 还是赶紧把活做完了 特别为你准备的 我们就不了不了 你们吃好了 这谁送的花呀这是 方姐 不会是你老公 给你准备的生日惊喜 好浪漫 这还有卡片呢 我给大家念念啊 兔 我的宝贝 暖暖啊 在我这里你可以只过生日 不用长大 不用长大 这些花好好看啊 徐赞 你好像还没给我送过花 今天又不是什么纪念日 求婚的人才会送花吧 这么巧 你也过生日啊 我就说这个鲜花嘛 年纪的鲜花 之前徐赞一脸不在乎 原来她早就计划好了 等一下下班就能见到她了 搞定了 搞定了 楠楠 这个是最新一季的盲壳方案 学习学习 好 然后呢 晚上下个班 做成批评网 发给我邮箱 菲米 我今天真的 我就不跟你都说了 我先走了 菲米来不及了 走走走走 记得啊 批评网 加油 快点 再赶一赶吧 快点 糟糕 徐赞联系不到我怎么办 我回去了 你不用来接我 你来我家一趟 看来她没有生气 难道她这次真的想 徐赞 楠楠 楠楠 这是我们五年之间 重要的回忆 我觉得 是时候 我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有蛋糕就更完美了 老板 我要吃个大的 徐赞 徐赞 徐赞开门呀 是我 今天我因为工作上的事 耽误了一点时间 而且啊 我手机都没电了 这是你五年间送过的东西 徐赞 我们分手吧 你知道我们恋爱以后在一起 我有多倒霉吗 我真是受够了 我 你别冲动 我今天呢 是真的有名道要我加班 我实在没有办法 你不要怪我 我不想听你解释 因为陪你约会 我腿也伤了 工作也丢了 在一起我就没有遇到过 一件顺利的事情 今天要不是晨晨在医院 谁帮我拿东西了 我保证我以后都不会了好不好 你的腿还疼不疼啊 要不 要不我现在去给你煮肉圆吃啊 等我一下 在一起这五年就没有一件 顺利的事情 是因为你我才这么倒霉 我今天又不是故意的 是你能量厂的问题 是你能量厂导致周围的人跟你一起倒霉 你不知道吗 徐大人 这已经是你第九次所分手了 我不喜欢你了 你的头发你的衣服你设计的盲盒 我统统都不喜欢了 我们就这样到此为止再见 小叔别 实在不好意思 你有没有受伤啊 蛋糕要不我重新再给你买一个吧 实在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啊 小叔 是啊 是啊 我在想 大人 大人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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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突然走到這了 我的彩虹頭 李宗盛 三折出獸的盲盒 看來你跟我一樣 不被人喜歡啊 那就你來陪我過生日吧 來了 幫我接一下 謝謝 謝謝 美夢成真 幸運將至 你知道幸運手很發展嗎 人不可能一直信 也不可能一直不信 如果有不好的事情發生呢 那便意味著 有好的事情要來了 真的嗎 好事 真的會發生在我身上嗎 原來 花 是大賣送的 難怪你賣不出去 原來和我一樣 拼拼武器的 誰啊 快遞 嗯 你等一下 謝謝啊 弄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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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我呀 弄弄 不是做夢啊 弄弄啊 不會是什麼整人的節目吧 我才不要被拍到素顏的樣子 弄弄啊 你好 你是有頂來的 chose嗎 你以為你是生氣嗎 你不被拍到素顏的嗎 我其實很快 對面是你的 你的頭髮 我都在想 你不適合 我跟隨便 你吧 你不是太感動嗎 我或者你是一下子 你不是太感動了嗎 我還不太感動 你不是太感動了嗎 肯定接受不了 告白 当然 我不可能立刻让你做出回复的 这节目组的摄像机在哪呢 我可以等你 这是什么情况 我下午会给你惊喜的 惊喜 这个惊喜你绝对会非常喜欢 呃 是什么偶像给粉丝过生日的节目吗 那就这样 呃我下午还有工作 然后你在家等我 我工作结束之后过来接你 嗯 那我先走了 好的 老暖 生日快乐 礼物记得拆 人不可能一直很幸运 也不可能一直不幸运 如果你遇到不好的事情了呢 那别以为着 有好事情要发生 呃 走 老暖 啊 我跟你说 江浩 江浩他来我家了 姜浩 你的偶像姜浩 就是他 他跟我说他要给我惊喜 他今天下午要给我惊喜 他还给我告白了 大姐 你做梦了吧 不是我跟你说你真的别不信 他真的给我告白了 你信啊我信你信 我早上才睡呢让我再睡会吧 乖了 哎乖 这是专属于你的盲盒 我做的美你好 不要嫌弃哦生日快乐 我爱你兔 我的暖暖 这粉丝活动做的还挺暖心 我们分手吧 暖暖 你不能想不开心的事儿 还是先享受一下这个奇迹一样的粉丝福利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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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嗯 不是真的吗 我竟然坐在江浩生 天呐 天呐 嗯 老奶 最近晚上常念情的消息 不要在意 都是对家的炒作 我会处理好的 这还跟我解释 细节也太到位了 那我们现在去哪啊 快到了 这是 这个游乐场平时没什么人 我知道你的生日愿望 就是想在游乐场玩上一整天 但是如果人多的话就 不过我都考察过了 有你最喜欢玩的旋转梦 走吧 走吧 你最喜欢的选择木马 这一刻 我相信了性命永恒经历 人不会一直到 前方一定有一大大的惊喜 在你和我 你是帮我单独拍几张吧 好来 拍几张 你拿手机放低一点这样显得我腿长 还可以胳膊长吗 来来来 开心点 哎呀来了你帮我拍几张 好了拍完了 你再帮我多拍几张 哎烦不烦怎么拍都这样啊 走了 累死了 怎么了 突然变成小蘑菇了 不想了一切都会好的 转移注意力啊 什么 走 我要去打枪打枪 准备好了吗 yes 老板谁赢了 小姑娘你晕了 你蛮厉害的吗 也是我赢了 没想到有一天我会赢了就好 哈哈哈哈 喜欢这个味道吗 对啊 江浩 谢谢你 今天开心吗 开心 谁能和你那么帅的男人 没有开心 我能不 什么 男人 我希望之后啊 是男朋友 这活动的台词 也太甜了吧 我也想吃 谢谢你 这 这已经超越了粉丝活动的界限了吧 你看他男的好帅啊 你看他男的好帅啊 江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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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呀 工作人员吗 谢谢你们啊 今天是我的私人行程 可以让我和我的朋友先离开吗 难道湛姐说的是真的 不会吧 这么光明显大吗 真的 还要是你干吗追啊 浪漫氛围绝对不管今天是星期几 穿越距离来到你身旁呼吸 茫茫人海霓虹闪烁都成为你美景 今夜主角是我和你 奶奶 对不起啊 今天游乐场约会被我挂杂了 没有 我今天超级开心的 但是呢 你还是被认出来了 不知道他们出去会不会乱写 没关系的 一定会没事的 会处理好的 别担心 我记得以前只有小时候 才能这样无拘无束地玩 虽然今天还是有点小插曲 但我觉得是值得纪念的一天 我也没有想到 我能跑得那么快 谢谢你 谢谢你 难得觉得这么放松 那你平时工作那么辛苦 压力应该特别大吧 压力肯定是有的 不过既然我选择了 就一定要把它做好 不辜负喜欢我的人 不让他们失望 江浩 你真的是一个特别棒的偶像 那我男朋友呢 那做我男朋友呢 接个电话 喂 好的好的好的 我知道了 行行行 行 那 那先这样啊 你有事吗 你有事你先去忙吧 没事 能有啥事呢 那些都是小事 其实 你不用周末来陪我的 那不行 陪你才是最重要的啊 今天累了一天了 早点回去休息 下次 我还带你去做选择木马 我们把最好看的都做一遍 那你也早点回去休息 然后开车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去 轮轮 走了 大妈 快开门啊 大妈 你干吗呀 我今天跟江浩去游乐场 约会了一整天 大姐 我瞧瞧你了 这都几点了 别做梦了啊 哎呀 小妹 我没有做梦 我跟你说是真的 徐灿人呢 让他给你送精神病院去 怎么了 昨天 分手吧 分手 在你过生日这一天 跟你说分手 徐灿那个混蛋 我就知道早晚用这一天 不行 我非得揍他 大妹 其实 我们俩 好像一直不是正常的恋爱关系 一味的付出 也不一定有好的结果 那你这次就一点都不想挽留和不交了 放心吧 我应该可以走出来的 酒家冲天网 什么 冲天网 哦 小番茄 要不我们养一柱吧 养番茄 嗯 就给他取名叫 若若 怎么样 这个名字好 若智的若和你一样 多好严 我们把他养在阳台上 让他向阳生长 那就把他放在你送我的帮小帽里 我还需要一段时间呢 就一小段 你上啊 你到时候你 你打他呀 喂 谁呀 刘 刘哥 那个 房租 您再还我几天呗 月底 月底 月底我一定给您 好嘞 好嘞 谢谢刘可 谢谢刘可 我怎么会想他呢 他还神经了你这是 来 来来来 继续继续 妈 我都说了 那些都是骗人的 我就差五分钱了 你快点的 赶紧的 好 好了 好 等一下 那怎么还差一分钱呀 好了 好了 不管了 宝贝呀 你今天过得怎么样 今天 今天在家休息 徐灿没带你出去逛一逛呀 他 他刚走 吃的什么 吃的好吃的呀 昨天我生日 他还送了我机器帮呢 你说你爸这个老糊涂啊 昨天还说要给他打电话的 你看看你 你忘了吧 女儿过生日呀 宝贝呀 爸爸把昨天啊 把你生日给忘了 这样 你需要什么礼物 爸爸马上给你准备 不用 我什么都不缺的 妈妈知道你什么都不缺 我跟你说呀 忙完了要早一点睡觉 要按时吃饭 你周末的时候也要早一点起床 孩子那个家里要搞得干干净净呢 你起来把屋子马收拾收拾 妹妹 爸爸爱你啊 我也爱你们 挂了挂了 soda sous vide 那个气眼 从小店里有依然 reversible Until heуют 您已被捡手裤子越来越背好的 葡萄 大爷 大爷 你有没有见到 一个白色的盒子 这么多垃圾 我也记不住 谢谢我 姑娘 谢谢 美梦成真 幸运将至 当你打开这个神奇盲盒 只需要十五分钟的光合作用 爱神就将为您带来一位盲盒男友 我 突然向你告白你肯定接受不了 我知道你的生日愿望 就是想在游乐场玩上一整天 要做我男朋友呢 原来江浩是我的盲盒男友 我真的不是在做梦 我真的不是在做梦